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桂阳先生 我代表教会在至高至圣 至爱之洁的上帝面前问你 你愿意真心诚意地 娶顾芳芳小姐做你的妻子吗 我愿意 尽寻上帝在圣经中的诫命 一生一世与他敬虔度日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无论是艰难还是困苦 富贵还是贫穷 或顺或腻 或健康或病弱 你都要尊重他 爱护他 保护他 一生爱他 终生与他共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容神一人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顾芳芳小姐 我代表教会 在至高至圣 至爱之洁的上帝面前问你 你愿意 真心诚意地与桂严先生结为夫妇吗 谁是桂严 我是 跟我吹一下 为什么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结婚吗 你被捕了 这是教堂 否则警察直接进来抓人了 你们的时间算得很准吧 你关心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当然知道 我们很抱歉啊 顾先生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吧 不 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有问题 只不过 你们太没有礼貌 最起码 也应该让我把婚礼仪式做完 这 冲锐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呀 行 行 行 等等 哭 哭 你就知道哭 还能做什么 就你弄个江湖骗子过来 反而怪我 要不是你着急拍什么黄情国气 我能着急嫁女儿吗 你倒挺会倒打一耙的 是谁口口声声说 只有贵公子才能救咱们全家的 你就不要说了 人都是假的 收藏书能是真的吗 滚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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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在哪啊 我们自己嫁 我不是结婚了吗 我怎么会在这呢 芳芳 芳芳 我不是去教堂了吗 妈对不起你 芳芳 爸爸会保护你的 你别害怕 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按照你们的意思 我结婚了 芳芳 你别这么说 妈这心里很难受 妈 对的 小时候妈对我很好的 还给我唱儿歌呢 是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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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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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芳芳 在送你上法庭接受审判之前 依照法律程序对你进行提讯 你已经知道了你的权利和义务了吗 检察官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就凭这些材料 就可以让你在监狱里住上一辈子 其实我一直想验证一件事情 什么事 等你到了法庭上你就知道了 很高兴认识你 唐检察官 你什么意思 我也帮你节省点时间吧 用不着你那套什么程序 手续 直接送我上法庭吧 现在是我在审问你 和你们打交道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又拒绝了权利 楚先生 您说稀奇不稀奇 这顾湘炉打了一辈子的老鹰 到头来全辈子小麻雀给做到了业家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一个诈骗犯做了自己的女婿 这下子你的报纸可以大书特书了 是啊 说起来这个顾香楼也确实可恨 我在他的银行里还有一笔存款 我得定静点 我这个人喜欢看热闹 这会加深我对人性的了解 您就看好吧 我现在才明白我父母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一个名字 小桃 你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落井下石的石子 对呀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 煽风点火造谣声势这一套 简直就是熟门熟路 哎呀 现在全上海人都在笑话故香炉呢 这只是开胃小菜 主菜还在后边呢 唐先生 顾先生来了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等一会儿 我还要去市政府开会 唐检察官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起我 但今天这件事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 你遭遇到了不幸 我也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基础 让罪犯得以惩处 我只是在尽职尽手 这和帮忙无关 我能单独和你说几句话吗 有话你就说吧 我最讨厌别人 古弄玄虚 我只想和唐检察官 一起回忆一下过去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一个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 碰巧 咱们俩都认识他 我知道唐检察官一直都瞧不起我 没关系 我不在乎 认识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 虽然唐检察官对我没什么印象 可我对唐检察官却了解很多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和唐检察官都应该归类到那种 心思细腻的人 我没时间和你东拉西车 我也实在看不出来 你我之间会有什么共通之处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唐检察官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 你让我帮你做什么 我要求马上对我的全部财产 进行司法保全 另外 我还希望帮我查到 那个在背后指使贵言的人 笑话 你把司法看成什么了 讨价还价的工具 我这个人有个脾气 如果我掉到了水里 我会把我身边所有的人 都拉到水里 你在威胁我 你千万不要这么理解 我不过是 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个时候我还是名水手 碰巧和唐检察官都在交往 你什么意思 你先别急 听我慢慢讲 当年在我们幸运号上有个水手 因为涉嫌乱打 被抓了起来 可没过多长时间 却死在了狱中 这个案子 当时是唐检察官处理的吧 唐检察官 还记得那个水手吗 我经手的案子 大大小小几千兆 我怎么会记得所有当事人的名字 以你的智慧和能力 不难看出那个水手 根本就是别人陷害的吧 我远航回来 听到那个水手的死讯 就好奇地留意了一下 我把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 梳理了一遍 于是你唐检察官的影子 就从这些资料的背后 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你这是捕风捉影 血口喷人 即使人死了 案件也应该有个定论 可是这个案子 至今也没有最终的结果 在唐检察官办的所有的案子里 唯独这件是个例外 你别紧张 那个水手和我之间 并没有什么厉害冲突 都是些陈年旧账 不值得一提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当时唐检察官 是什么样的动机 顾小若 你让我弄清楚了一件事 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当年那封诬告信的作者 就恨你 你这是不打自招 什么 那个贵公子是个冒牌货 现在怎么办 上面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前几天有人来问军饷的事情 被我应付过去了 顾小若 你个王八蛋 你把老子害惨了 再就是下面的兄弟最近也不安分 脑子要发军下了 都起混是吧 传我的话 谁再听半个简字 都给我拉出的病了 李长 总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这不是要想办法呢吗 快 好啊 用一个秘密交换另外一个秘密 这是装多么公平合理的交易呀 你给我出去 马上给我出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唐检察官 这话是对我的承诺呢 在上海滩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我学到最多的东西 就是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样的话 什么样的话里 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滚 在余壮听起来不错的交易里 我从来不会挑剔别人的原因 你赶快给我滚 相比于利益 言语不过是郭言云烟 唐检察官 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和郭言云烟 阿傅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 要不要 我用什么特殊的办法处理一下 他要什么 我给什么 你找人盯紧点 我不仅要他的人 我还要他所有的钱 带犯罪协议人 现在开庭 诸位 也许我手上的这份档案 可以让你们了解 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 生身父母不祥 养父平阿寺 上海滩有名的贯道 三岁的时候 在平阿寺的教堂下 开始学习盗窃 七岁 因为平阿寺入狱 于是在上海街头流浪 接触的都是小偷 流氓 妓女 和诈骗犯 十一岁的时候 因偷窃被抓 因为年龄太小 在少年拯救所里 只待了三个月 十三岁 火同他人 冒充名幻后遗行骗 被判处教化了 十七岁 随他人去了天津 有一次 在一聚商家刑窃时 被当场抓获 被判处有期步行八年 两年以后 以非法的手段 被人打救出狱 回到了上海 唐检察官 请进入正题吧 我之所以 重复一遍 被告人的犯罪经历 是想提醒大家 在阳光的后面 总会有阴影 在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里 总没有那些 先天就带着邪恶的人的存在 被告 你承认检察官 所说的那些吗 承认 大家都听到了吧 这就是他的回答 有的时候 以我们正常人的思维 你很难理解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 培育了这样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 养育了这样的孩子 谢谢你帮我诅咒我的父母 我也同样诅咒他们 我常说 正义的实现 要依托正义的手段才行 否则就是非正义 我们今天要审判的 不仅仅是 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社会 进行一次深层次的思考 被告 你这样的举动 会让我给你追加一条 藐视法庭罪 法官大人 我在帮这位唐检察官 一起诅咒我的生生父母 难道这也犯罪吗 我请大家保持耐心 我会让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 在正义的面前 低头认罪的 修庭 法官大人 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修庭 唐检察官 你的问题 是应该给你的起诉人准备的 而不是 久违了 怎么是你 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别紧张 你要干什么 我希望孙法官能做个人情 将此案推后审理 你说过不再纠缠我的 没有纠缠的意思 孙法官曾经说过 正义的实现 要靠正义的手段 而现在法庭上 只有唐正一个人在咆哮 被告 根本置之不理 这好像 也不是什么正义的手段吧 那你想要怎样 我希望 在被告律师出庭之前 孙法官 不要着急宣判 被告这样一个人 会有律师 他请得起律师吗 为什么请我请 我可以给他出钱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 我和你一样 都不喜欢那位 唐正监察官 孙法官你放心 我绝不会做出 妨害司法公正的事情 恰恰相反 我一直期待着 司法真正的能实现公正 告辞了 现在宣布 由于此案案件复杂 设计人物众多 因此盆宁宣布 暂时休停 法官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我说得不够清楚 一目了然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拖后再审 唐检察官 等到你当上上海的市长 你说什么 我都会当圣子 不过在本法庭 你得听我的 你 你敢忍着 我都会在杀 向如已经申请到了 法院的财产保全令了 这不稀奇 她肯定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本来可以接收 她的银行商铺还有住宅呢 先让她帮我们暂时保管吧 别着急 该是我们正系开始的时候了 唐学则官 你快出来帮我们说句话呀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听了你的话 搬出了老屋 现在把仅有的那点钱 投到了普通发展的股票上 现在股票停牌了 我们可怎么活呀 你如果不帮我们的话 就没有人再帮我们了呀 你快出来谢谢我们 承请打断 老婆婆 起来快起来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一辈子吃三年佛 从来没做过坏事 老天爷不长眼啊 我那个老房子 现在没有了 我的儿子 他不听我的话 他买了什么那个普通 开发的股票 现在变成了废值 我在那个东海银行 存了一点钱 指望啊 这点钱 拿到我 闭眼 没想到呀 那东海银行 又要倒闭了 你说我这个日子 怎么过 可是你们 你们到这儿来 也没有什么用啊 就是想找唐证检察官 讨一个公道 老婆婆 我这里有一点钱 你先拿回家去急用 回家吧 大家 在这里 是不起作用的 不 我不能要你的钱 快拿上吧 回家去 我拿您的钱 我怎么谢谢您啊 先生 我见过你 您是黄菩萨呀 你怎么还没 把他们弄走啊 好话坏话 都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 见不到你 就不肯走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要是谁站出来 谁就会成为 众师之地 你不知道 全上海 有多少只眼睛 在背后看着我 巴不得我办错事 说错话 这帮人也真是的 自己吃亏上当 到我们这儿叫什么冤呢 这一定是背后 有人指使 我上次说了 那么几句话 到现在也没消停下来 你去跟他们说 就说这几天 我去外地公干 不在办公室 这话也说了 他们说 他们就在外面 等你回来 这还真把我当救醒了 我救了他们 我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明可使游之 不可使知之 这话是真理 你去一趟警察局 让他们以 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 把这些人抓走 干脆 我直接带几个罚警 把他们撵走算了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这些人 没准以后 我们还能派上用场 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恶人呢 报告 唐检察官 楚先生想见您 在这个结构眼上 他来干什么 怎么不谈了 谈 宛若只想让秦深 让旅长开怀 却不愿让秦深 来增听旅长的惆怅 只怪宛若无能 不能为旅长分忧解仇了 我在你身边 我就感觉 烦恼已经少了一大半了 只可惜天下 没有不散的言习 你说的话什么意思 只怪宛若命苦 怨不得别人 怎么了 最近旅长心情不好 我就不拿自己的一点小事 来给旅长添乱了 快说到底怎么了 这是前两天房东派人送来的 我看见你在为军饷发愁 就一直没敢跟你说 顾小荣这个王大胆 他告诉我 这栋房子是他买下来的 没想到是他娘的 都来骗我 别担心 这点小事难不住 我马上能得想出办法 大不了宛若变卖戏软 到室内 坐上一间民房 置身其中聊此一生 那种是警场所 不是旅长这样有身份的人能去的 宛若以后 只要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旅长的背影 就已经很知足了 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妓院的 我是旅长的女人 我不能为旅长蒙羞 不能这么说 我怎么忍心让你浪迹示警呢 你是军人 又不是商人 以后 你只要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呦 楚先生啊 唐检察官 最近忙于杂事 没能登门拜访 还望你多多体谅啊 哪里啊 楚先生大驾光临 足可以让我的办公室 蓬壁生辉啊 哎呀 严重了 严重了 不知楚先生 有何见交啊 唐检察官 我终于见他不远 你要帮帮我 你要帮帮我 你要帮帮我呀 帮我们主持公道 唐检察官 你帮帮帮我 阿虎 放肆 这位兄弟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我正在想办法 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请你相信我 唐检察官 你一定要帮我 阿虎 你一定要帮我 送这位兄弟出去 走吧 阿虎 你来帮助这位兄弟 你来帮助这位兄弟 初先生 让你见笑了 每天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都得一件一件地处理 你看看 现在的人 这是越来越浮躁了 非常理解 阿虎 你要干什么 阿虎 冷静点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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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冷静 阿虎 冷静 阿虎 把刀给我 好兄弟 怎么了 你要说什么 好兄弟 这是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好兄弟 我们静心地不知道今天 就是为了明天 能比他们沉重的一击 谁都不能阻止 我们复仇的脚步 你不是一直劝我 要忍待 忍待吗 为什么今天 你控制不了自己了呢 三哥 来 带他上楼 好 阿虎 来 走 走 去我的房间 给他拿杯酒 让他喝下去 什么酒 那是平时我给自己 专门调制的酒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网忧酒 网忧酒 每当我夜不能累的时候 我就是喝这种酒 让自己沉沉睡去的 可是 你总会醒过来的呀 是的 一觉醒来 一切都周而复时 我就是在这种折磨过程当中 度过每一天的 我多想自己能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没有感情没有感觉 你以为我不想马上复仇吗 我比你们更唾弃 我恨不能现在就把仇人们送进万劫不复的地狱 然后去天堂 找我的爹和老父子 可是在复仇的过程当中 我越来越害怕 我害怕当我的双手沾满仇人的鲜血的时候 我就再也上不了天堂了 上不了天堂 我就见不到我爹和老父子了 让阿正喝杯酒吧 那样 他能沉沉地睡上一天一夜 阿正 美军 美军 别那么没精打采的 咱们该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 只要有了本钱 我还可以东山再起 你为了飞黄腾达 把女儿都搭进去了 你还想做什么 难道 你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吗 你给我闭嘴 人为财死 两位失望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贝君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背着我攒了不少私房钱 拿出来吧 这钱不能动 我是留给芳芳治病的 你先拿出来 让我应急 不行 芳芳年纪还轻 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我不能让他就此成为一个疯子 你 顾先生 楚先生来了 有许 顾先生您好 楚先生您好 夫人好 您好 楚先生 让您见笑了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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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 回来了 你今天心情不错 是不是又弄了几盆好花 是啊 对了 唐政 我有个朋友送了我一点西洋参 他说喝完西洋参的茶 对身体特别好 我刚好给你冲了一杯 还是热的呢 你快尝尝 怎么样 好喝吗 不错 这俗语讲啊 天有不测风铃 人有但兮祸福 对二位的遭遇 我深表同情 让您见笑了 楚先生 我们家老顾 也不知道是遇到哪个路子邪神了 哎 夫人 别着急 别着急嘛 多烧烧香 拜拜佛就行了 呈着王后拜着寇 赌局还没有结束 现在说不定 谁赢谁输 那顾先生 是想不撞南墙心不死了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认输呢 天底下有哪个人不在追明珠丽 还有哪个人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顾先生 就不想弄清楚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等我摆脱了困境 背后的人自然会浮出水面 楚先生 我现在非常需要您的帮助 商人呢 讲究的是回报 我不知道我帮助了你 我的回报是什么 您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都能做 那大厅广众之下 能不能给我跪下 这 我要是那么做了 你就会帮助我吗 顾先生 玩笑而已 不必当真 我先告辞了 那我们就不送了 你慢走 你还真给他跪啊 这个时候 脸面算什么 只要他敢帮我 吃食我都敢 明天 明天就要来了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的内心突然有了恐惧的感觉 就如同被死亡 谁也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 是怎样的一个风景 雷夫人 雷公子 多谢光临韩盛 卓先生 也就是您的邀请 我妈平时是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人 那就谢谢 夫人了 哪里 你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 我早就该登门道谢了 客气 我听雷扬说 你最近 一直在找二十年前 在骄傲住过的人 雷扬这孩子 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 人上了岁数了 就总爱想以前的事 我不过就是想找个人 聊聊天 叙叙旧而已 巧了 我这里有个佣人 就是从骄傲出来的 等一下 我可以让他和你叙叙旧 亲不亲 故乡人吗 那就麻烦楚先生了 夫人请 站住 你们 你们都什么人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出去 万老板 你是万老板 我是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楚先生 他怎么会在这 没有人让他在这 是他自己不愿意走 他对骄傲的事情 比较了解 有什么 你可以问他 是你把他关在这的 这个门连锁都没有 是他自己 把自己套上了一个指甲锁 你们都给我出去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你们 你们一样东西也不能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就不怕 走发我应吗你 他问什么你就说什么 否则我会让人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 全部搬走 别别别别别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你说什么 我都听 只要你 别再砸这些东西了 别再砸了 这些东西 都是我的 他们就是我的命 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雷夫人 你可以问他 雷夫人 我一定会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